- 也就是一組成功了 - 還有一組成功了 - 也就是了 - 3、2 他得到了 - 也就是這樣 歡迎來到小哥破爆 看得到更看瞞到 本片來看大聯盟數一數二的滑球 也就是Tress Roe 被稱為像飛盤的滑球 為何說他的滑球像飛盤? 因為水平橫向位移相當之多 2021年Roe 只有一場出賽 就因為肩膀受傷開刀整機報銷 所以引用2020的数据 在至少丢50颗以上滑球的投手当中 Rod滑球平均水平位移达到21.8英寸 排名第二 第一名是Kyle Creek 有机会再介绍它 Rod滑球垂直位移也能排到联盟第27名 Rod滑球虽然是常见二缝线握法 但扣住的缝线并不是一般右头常见靠右的那一侧缝线 而是靠左这一侧 加上196公分的身高手指也长 对球的包覆面积大也是优势 特别的地方是Rod滑球出手后 手腕的延伸动作也不是常见的向外翻 而是向内翻 代表出手也有独到之处 最关键的是平均转速近2948转 成就了这颗非凡的滑球 Rod已经35岁了 是标准的棒球让人 2013年开始带过5支球队 2018才在光芒稳定下来 但一直靠着这颗滑球闻名于世 这种横向位移多的滑球 相当适合走右打者前门 让右打者以为前半段轨迹是偏内侧坏球 加上Rod又可以控制变化的时间相当晚 最后一瞬间才转进来 所以如画面所示 只要投到位 很多时候右打者都会受骗上当 先闪球再被删阵 走在外角则会让右打者以为是红中来的球 结果转出去完全上当 对左打者而言更是会有往内脚窜的压迫感 Chess Rode最经典的滑球莫过于这颗在2018年春迅丢出的幽浮滑球 为何看起来特别特别犀利 因为球变化的时间点又比他其他滑球又更晚 幅度又大 所以有一种瞬间移动的感觉 简直惊世骇俗 关于Chess Rode有个有趣的延伸故事 运动家中继投手Jack Dickman 折服于Rode的滑球 希望能学习如何丢 但他不是问Rode本人 而是透过知名棒球社群媒体人Rob Friedman 也就是Pigeon Ninja的推特 Pigeon Ninja在2020年7月 PO了一段特写Rode犀利滑球位移的影片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Rode滑球尽让Dickman 惊觉自己从皇家交易来运动家之前 其实是会丢水平位移比较多的滑球 只是他居然忘记怎么握了 所以他看到影片后询问怎么握 Pigeon Ninja传给他画面上看到的这段影片 Dickman知道握法之后 还真就找回了以前那种滑球 碰到状况好的时候 滑球横向位移甚至可以比改握法前大增约9英寸 Rode对上Anderson这个打席特别值得一输 也凸显配球策略更可以加成Rode滑球威力 Anderson之所以对这颗比较偏外侧的滑球挥空 而且几乎整个人摔出去 除了Rode滑球特性之外 还有因为上一球Rode其实对他丢了一颗二缝线诉求 在Anderson的脑中留下印象 读两球的叠合画面显示 接下来再来滑球Anderson多少会以为来的又是诉求 要更快出棒 缩短辨识球种的时间 更容易挥到比较明显的坏球 如果Anderson锁定的就是诉求 那就更容易上当